各位觀眾你們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收睇肥坤的片 今天肥坤剛剛走到觀音堂 走到附近街道 對面是嘉華國 以前是兵營 現在改變得很厲害 以前是望下村 剛剛來到觀音堂門口 今天是立八 肥坤也不知道 工作人員就派粥 立八粥 免費的 多謝神恩 我站在門口也可以吃到粥 今天天氣是陰天 現在的中數是11點半 又多 我們走走附近的馬路 這間廟 以前被人霸佔來住 現在就拿出來 正式做廟 這裏是高地烏街 肥坤拍攝著這個停車場 這裏應該是以前的唐家 唐家佔地很大 有很多地方已經賣了 這個門面屬於唐家 做了秘道英文部 我們繼續走附近的馬路 這裏是美副章 這裏是美副章 和美副章 走到這裏就是 啤麗拉街的街口 對面是政府的蟻屋 这个花圆 那些就应该是保留的 不拆的了 这边墙 是属加洛萨修旅的东西 不过是圣堂 现在看着圣堂 这间圣堂也蛮出名的 这里是啤梨拉街的中段 这间圣堂 说一下历史 目前为止应该是超过一百年了 超过一百年了 以前这里人家叫育婴院 实际应该叫育婴院才对 育婴院 当年修女看到唐家大宅衰落 集资就买了它一部分的产业 就建了这间圣堂 王霞圣堂 姓方祭国 加洛萨修远 现在又做了安努院 这间圣堂的佔地 也挺大的 当年 有很多年的王霞圈 这个位置 有很多 很穷的地方 有很多孤儿 到后期 有很多 孩子出生 一出生就没有人要 又改了育婴堂 这里是王霞圣坊祭国 原来是王霞圈 她买了唐家很多地方 ophyogens 转一转都买一半 这里有些照片展览 有些照片展览 那時候有些年輕人吐唇,出生盲眼,小兒麻痺,已經沒有人要的了 那時候有些年輕人吐唇,後來有很多嬰兒也沒有人要的,一出生就吐唇出來 現在這裏做了聖心學校 現在有些家長在這裏接放學 今天學校翻新過,做得多美 這裏是雅蓮房 這裏是高地烏街,肥均騰騰騰轉了一個圈 這裏都是熟唐加物業,現在已經賣光了 好,我們下集再見 Everest 超越天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